强热带气旋一带给非洲多国造成严重影响 莫桑比克国家交通部门负责人塞萨尔·马夸夸 25号表示 重灾区的许多地区情况不容乐观 物资稀缺 目前通往该地区该国重灾区的中部港口城市 贝拉的一条重要的通道被打通 这有助于加快救援和震灾进度 莫桑比克国土环境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克雷亚则表示 大约22.8万灾民被安置在临时避难所 同时 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地抢修电力 水源等基础设施 遏制祸乱 瘧疾等疫情大规模爆发 截至目前 一带在莫桑比克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446人 受影响人口超过了79万